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9日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有一些人就一直想把它赖给美国 说是美国把新冠病毒带到中国的 他们不断的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最开始找的理由 是看到美国有报道说 说今年流感比较严重 已经死了一万多人了 有一些人就想流感怎么可能死人 怎么可能死那么多人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美国流感死一万多人 死以上还不算是特别的严重 严重的时候 美国一年流感能够死三万人四万人 甚至还要多的 那么中国为什么 一般人不知道流感会死很多人 那是因为中国判断流感死亡的标准 和美国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因为得了流感 然后病发症死了 那美国都是把它算成是因为流感死了 而中国是不算的 所以中国算流感死亡了一年 可能也就那么一百个两百多个 但是实际上如果按美国的标准来算 中国的流感一年是要死八九万人的 甚至可能还要多的 后来又有人想到了 去年美国曾经广泛的报道 说在那些吸电子烟的人当中 发现了有很奇怪的 原因不明的肺炎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就是新冠肺炎 这个理由当然是更可笑了 因为吸电子烟引起的那种肺炎的症状 虽然都是肺炎 但是它的症状和新冠肺炎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大家想一想 这个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病 如果它要传的话 难道只会在吸电子烟的人当中传吗 而不吸电子烟你就不会得这个病吗 所以这是非常可笑的 那么最近又有人发现了 美国纽约州有一个市长 说他在去年11月就已经得了新冠肺炎了 新冠被新冠病毒给感染了 那这个一个小城市的 美国一个小城市的市长 一下子在中国变成了名人 中央电视台就认为说 我们找到了一个证据了 说新冠病毒至少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在美国传播了 中国政府的发言人也举了这个例子来说明说 这个病毒早就在美国已经有了 实际上这个只是那个市长自己的胡思乱想而已 这个市长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在去年11月就被新冠病毒给感染了 他说他那个时候曾经得了生了一场病 市长呼吸道的病 发烧 咳嗽 全身觉得很酸痛 当时医生跟他说你得了是流感 但是他现在回头想起来 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得过这么严重的流感 可能是被新冠病毒给感染了 而且他去做了检测 当然是最近去做的这个检测 做了抗体的检测 发现了自己有这个抗体 有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 所以他就认为说他去年11月份就被新冠病毒给感染了 而且他认为说是自己得了很重 但是大家知道 你如果被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的话 病得很重的话 轻症的话是没有很一致的 这个特征的没有很一致的症状 但重症 那个症状倒是很一致的 那就是呼吸困难 而这个市长他并没有这个症状 他承认自己说当时并没有说感到呼吸困难 所以他更可能的是当时实际上真的就是得了流感 那么后来又被新冠病毒给感染了 没有出现症状 所以有抗体 当然也有可能他测的这个抗体是假阳性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你不能说因为现在有了 发现了自己身上有抗体了 那就往回去想说曾经得过类似于流感这种病 然后就认为说那个是新冠病毒的感染 这样的话 你所有那些无症状的感染者往回去想 想自己半年前 一年前两年前曾经得过流感 然后都可以怪给新冠病毒感染了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个不懂行的人的这种在胡思乱想 那么对央视来说 他觉得把美国的这个病例追溯到去年11月份还不够 他们现在又挖出来了 在去年7月份美国电视台曾经报导过 说美国有一个老人业爆发了肺炎 原因不明 还死了三个人 然后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说明美国早在去年7月份就已经爆发了新冠肺炎了 因为我们能够导致肺炎的这个病原体是很多的 所以有时候你这个得了肺炎 你是找不出来究竟是被什么病毒或者被什么病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炎症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不明原因的肺炎 其实是很常见的 你到哪个国家哪个地方什么时候去找 总能够找到的 比如我们随便到网上去查一下 在2018年的2月份的时候 在中国媒体上面 在互联网上面曾经广泛的流传着一篇文章 叫做流感下的北京中年 里面就谈到自己的岳父得了肺炎 然后医生查不出来究竟是由因为什么病原体引起的 也做了流感的检测 但是没有查出说有流感的病毒原因不明 医生还把这个跟SARS给刮上钩了 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在2018年2月 北京就已经有了新冠肺炎了 当然这种逻辑是很荒唐的 你不能说去找一个原因不明的肺炎 然后就赖给说是新冠肺炎 大家想想如果早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爆发了新冠肺炎了 而新冠病毒的传染力是比流感还要强的 我们以前说过流感的传染力是平均一个人传给1.3个人 而新冠病毒它是平均一个人就要传给2到3个人的 那么如果这个东西已经在美国已经悄悄的在传了 而美国有没有采取任何的预防措施 这种防疫的手段没有 那么这个是会传的非常的快的 这个病人是会指数的增长的 一个人传给2个人3个人 然后这个人再传给2个人3个人 每过那么两三天 病人被感染的人数就会翻一翻的 这是非常的可怕的 你这样过一个月左右 医生就会注意到突然会出来了不少的这种被不明病原体感染的肺炎患者 然后再过2、3个月 那就大爆发了 医院里面就会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肺炎的病人了 那么整个医疗系统就会崩溃了 大家想想 武汉最早是在11月发现了有病人的 有得了这种新冠肺炎的病人的 那么到12月底的时候 医生当中就已经开始在传了 说在武汉出现了类似于SARS的肺炎患者 才过了一个多月 然后到1月份又过了一个月了 武汉的整个医疗系统就崩溃掉了 所以如果说美国在去年早就有了新冠肺炎 在去年7月份 那么到10月份的时候 美国医疗系统早就崩溃了 早就到处都是这种新冠肺炎的患者了 而不会说像现在这样到3月份才大爆发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尝试的判断 你想把这个病毒的来源给赖给美国也好 或者赖给法国也好 赖给意大利也好 现在把这个锅到处乱甩 那么你只要不管把国甩到哪一个国家 你只要推理一下 如果你认为说在去年11月份 法国已经有了新冠肺炎在传播 那么法国早就已经大爆发了 我不会说拖到今年2月份 欧洲才开始大规模的爆发 那么中国还有一些人口口声声的说 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应该交给科学家去解答 比如说中国政府的发言人 也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是要听科学家怎么说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科学家是没法研究这个问题的 已经被管起来了 网上流传的内部的文件 里面就说了 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的问题 是科学家是不能自己擅自拿到国外去发表的 你写了论文是必须要内部 要由领导来审 通过了你才能够拿去发表 不然就不能发表的 所以你如果说研究出来了 这个病毒是在中国起源的 那是不让你发的 你要研究出说是在美国的其他地方 可能还才会让你发的 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实际上已经没有研究新冠病毒起源的学术自由了 那么在国外的科学家当然他们是有自由的 那么科学家生物学家能不能研究出说 这个新冠病毒究竟是在哪起源的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可以测到处去测这个新冠病毒的基因组 各地的新冠病毒的都拿来测它的基因组 然后把它们的序列做比较 因为这个病毒在传播的过程当中 它会发生变异 这样的话序列就会有差别 那么我们通过比较这个序列不同的毒株病毒毒株的基因组的序列的差别 我们就可以推去算他们之间的这种亲缘的关系 算他们是怎么样演变的 这个就叫做构建一个进化树 就能够知道这个病毒的起源 它是怎么变来变去的 那么这个一开始就已经有人在做这个工作了 当然一开始你拿到的这个基因组 病毒的基因组是不多的 一开始只有几十个 那么就已经有人在做这种比较了 可能这种比较是比较粗糙的一种比较 而且有一些说法还被中国给外驱了 本来说的是在中国起源的 这个病毒在中国起源的 然后在中国就把你外驱成说 他说的是在美国起源 是在其他的地方起源 早期的这些人就跟他说了 因为你用的那个样本量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服力还是不够的 那么现在已经做大量的基因组的测序了 已经都有一万多个病毒的毒株被测过基因组的序列了 那么做比较就可以构建出一个比较详细的进化树出来了 那么最新的研究结果呢 就认为说 全世界所有的这些新冠病毒呢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这个共同的祖先呢 是在去年10月上旬到12月上旬这段时间出现的 更具体的说是在10月6号到12月11号这段时间出现的 也就是说是在这段时间呢 这个新冠病毒从动物跑到了人身上 然后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传播了 那么这个地点呢 这个出现的地点呢 就是在中国在武汉最早的那些最原始的毒株 病毒的毒株是在武汉 然后再传播到全世界各地去的 那么这个时间是跟在武汉开始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的这个病例的时间 是很一致的 因为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的病例 就是在11月份开始出现的 所以这个研究就认为说 实际上你发现这个病例的时间和病毒开始传播的时间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说这个病毒开始传播的时候 很快呢 就已经开始有出现了病人 然后就上医院去了 现在就可以再把他们给找出来了 并不像大家 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 说这个病毒已经悄悄地传播了很长时间了 才被发现的 不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科学的结论 就是我们通过构建这个病毒的进化数 是可以推测说这个病毒是在什么时间出现的 那么最可能是在哪里出现的 当然这个科学的结论 中国很多人是不认可的 他们还是要把这个锅甩给美国 把它赖给美国 而且他们还有理由认为就是应该这么甩锅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有一些人 这是某一些政客 还有一些保守派的人士 想拿这个新冠疫情做文章来攻击中国 来向中国索赔 甚至已经有人要去起诉中国了 要他们赔偿 由于这个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 当然了 你这种诉讼没有什么法律的 依据应该是不会成立的 那么你不能说 因为有一些人在无理起纳 美国有一些人在无理起纳 我们就反击回去 就要把这个账赖给美国 你这样做 第一 你不可能让那些保守派 那些拿这个事情 要来向中国索赔的人 因此就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就来承认说 我们这个病毒是在 这个病毒是在我们美国起源的 他们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不可能去改变 通过这种甩锅的方式 来改变这些人的观点 这是第一 第二 美国是一向大部分的人 他们虽然知道说 这个病毒是从中国来的 并不会因此就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看法 更不会说想去向中国索赔 所以有那种想法 毕竟是极少数纪成分 大部分的美国人是不会这么想 他们本来不在乎这事 但是你现在想把锅赖给美国 把这个账赖给美国 普通的美国人如果知道的话 反而会对中国产生反感 所以你这么做法是适得其反 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除了说自我安慰 除了欺骗本国人民 那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